妈妈我喜欢你 这么小的女孩 离开北京一年多 终于回到了我日思夜想的三里屯 打开窗户看着街景四七万千 早上准备去公司看看 当然一年多没见同事们 也要尽心打扮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看出 现在在北京的三里屯 我在去公司的路上 我已经一年没有见到我的团队了 所以实际上我非常的激动 我不知道待会会不会哭 有可能 这一年真是恍如隔世 一年多了 期待我跟团队一起重逢吧 走在三里屯的街道上 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但一切又是那么陌生 觉得周围的好多事 好多事情好多人都变了 但又觉得好多事 好多事情也没变 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奇妙 我还多憧憬 下来 快快回来了 快回来了 好激动 好激动 见到同事们那一刻 我真的特别的激动 一年多了 无数个电话的沟通 在拥抱他们的时候 我真的忍不住流出了泪水 因为对于我和我的团队来讲 过去的一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 但是也真正的是能够看出我们之间感情的一面 人只有在经历挫折的时候 往往才能感受到岁月静好的时候 无法感受到的那些真谛 也才能分出身边的哪些人是真正的朋友 哪些人是真正的战友 而哪些人是你应该远离的人 我一个个的拥抱团队中的小姑娘 那种感觉特别奇妙 走进我的办公室 看到了欢迎回家四个大字 还有他们买给我的鲜花 泪水又再一次多框而出 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能有这样一个团队 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都会不离不弃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的心都绑在一起 这才真正让我们的淬美全球好物 让我们的Beauty with Power这个社区 越做越强 这是我们的底气 看着我的办公桌一年多了 还是那么干净 整洁 团队帮我们的收拾特别好 看到这束鲜花上 Noki给我写的 欢迎你回来 我的troublemaker 公司给所有的人都点了奶茶 让我们一起庆祝 回来之后又干了很多的事情 跟我的好朋友 好一文 土豆公主 把我们两个精心筹备了一年的水晶气垫 终于推出了 我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 这款气垫不光外表美爆 而且非常的好用 希望买到的宝贝们能够喜欢 一文现在已经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好姐妹在一起 不光要谈论穿搭和如何变美 最重要的是一起搞事业 第二天上公司 失忆来接我 也就是我们公司的小Lucy 每天都在开会选品 选品开会 我们在催美全球好物 思域美妆电商平台的基础之上 又开启了抖音的直播带货业务 没日没夜的选品 我作为一个选品极其苛刻的人 团队抱上来两百个品 我都不一定能选到五个 几乎是把每个人都逼疯 我的办公室也变成了直播间 我搬到了外面跟大家一起 随时随地沟通着如何变美 如何变健康 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以把追求生活中的美好 做一份职业好好的经营 我要去见我最爱的婆爷 当然这次回来还见到了 我许许多多的朋友 有一直是在网上互相仰慕的 但是没有见面的 在生活中见面之后 更加确信了 我在网上喜欢的人 跟他生活中真的一模一样 您可以真的超爱他 以后希望他经常能够出现在 我的视频当中 你好你好亲爱的 哇你好瘦啊 你好羡慕啊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你看你这么小的脸 我看春季从我上大学第一年 看到我大学毕业 工作了三年之后 终于看到他本人 我太感动了 我当时就有朋友跟我说 他说你要去看中国的Jeffrey Starr 他比Jeffrey更要好 他是nice version of Jeffrey Jeffrey is an edge 然后我去看 我特别喜欢你说话的方式 因为你在推荐什么产品 说你那个特别ernest 感觉特别拼近近人 但是又特酷 你能听我的方言吗 没问题 你能听闹 你知两个人 山西 没问题 你可以听闹 没问题 绝对可以 我还能讲一点 山西方的身材的人 他语言天赋特别强 没有 我之前看你在华尔街 你讲你那个工作经历 听得不要太认真 真的吗 我太爱你了 刚看你的时候 你还没有结婚 对 就是从认识翠哥到结婚到半婚礼 到中间有故事发生到现在 我是看着准备了 我是看着Tracy找大 我不是很敢碰他 说明他很新鲜 对 都被切开了还这样 真的见到你我太开心了 原相机 我会在FM演艺下 吓死顶功还是 幸迹我们俩给我帽子 I love you so much 要不要太吓人了 没有 我们还是很美的 你们知道吗 Tracy其实将近1米7哦 这个人她就很小一只 1米5几 对 我们今天是网友见面 我们网恋 我一直都喜欢 我网恋了Tracy将近五年 我网恋你两年多 我还是很长情的 没法说 你那时候找年少无知 被我给哭了 没有 见到了好多好朋友 也吃足了我一直想念的 好吃的 只有在北京 才能吃到的好吃的 女神姐姐1号 女神姐姐2号 当然我还看到了 我的好伙伴Lily 我们两个也是一年多没见 她是我以前央视的同事 同事女主播的我们 不但没有任何的矛盾 反而成了彼此 非常要好的闺蜜 我一直相信 只有女生 把互相敌对的态度放下 才能一起进步 一起攀阅更高的巅峰 你居然买了我那个 亲店Lily 本来我要送给你一个了 因为我一直没换嘛 因为我没有忍住 首先介绍就是太吸引人了 其次她那个亮闪闪的格子 我就很想拿到手里 我昨天我跟你说用了一下 我觉得特别牛掰的一点 就是她的持妆 抗氧化能力太强了 因为你知道我是黄皮 我最怕的就是图案粉底 过两三个小时 变成黄了也不多 然后我昨天早上7点钟采访 我就用了她 然后中午的时候我特意没谢 我想说下午的时候 我出去再试试看 她到底能吃了多久 一直到晚上8点钟 我回到家 我的脸还是白的 就是打完以后的那个底色 只是稍微有微微的脱妆 因为戴口罩嘛 对对对 所以但是很好补 因为戴口罩的地方 你直接拿那个提前 再重新拍一下 一下子就完美无瑕了 太开心了 亲爱的 其实在北京一切都好 唯一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离开了好几个星期 真的真的非常想念小娃娃 我知道她也非常想我 妈妈我想你 妈妈也想你了宝贝 妈妈我喜欢你 哦我也爱你宝贝 从跟孩子的交流之中 我也感觉到了全职妈妈的艰辛 转眼间我已经来了北京 快一个月的时间 马上就要走了 心中有万般的不舍 真的感觉自己昨天好像刚刚回来 但是幸运的是我以后可以经常回来 经常回家看看 经常看看我的团队 看看我的朋友 离我的粉丝也近一些 今年的六月份 我们当然还会有我们的Pink Party 也同样期待着 能跟我的很多粉丝见面 我爱你们 感谢你们给我的时间